欢迎收看有线新闻,我是袁思恒 3号强风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 天文台说会视乎小犬和本港距离和它的减弱速度 考虑下午是否改发更高信号 至于各区夜晚的风势不大 不少市民继续外出 王家俊报导 在尖沙咀码头,3号强风信号下依然人头涌涌 不少市民和游客去到海旁观光消遣 风势不算强劲,雪叶只是轻微摇摆 海面亦算平静,可以清楚见到对面海 而在水浸黑点杏花村 夜晚风浪不算很大 有市民一家大小去到海滨散步 而屋苑亦做好准备 用胶带封闭海滨长廊通道,不准进入 大厦玻璃门贴上胶纸 又装上挡水板 希望减少一旦水浸带来的影响 天文台说,与小圈相关的强雨带 会在星期日日间逐渐影响珠江口 预测有狂风骤雨 稍后雨势有时颇大 到下周中期天色先好转 有线新闻王家俊报导 澳门气象局说 下周至晚间改发8号风球的可能性提升至中等 部分海上客运航班取消 气象局说,小圈环流虽然势小 但具体移动路径较预期偏北 并将会在澳门以南120公里范围内略过 预料澳门风力将会逐渐增强 星期一凌晨至早 帝华地区有机会出现半米以下水浸 受到风暴影响 星期日,淌仔往来蛇口的航线暂停 历史胜以第四名完成亚运的港中 最后妖长一周去多谢球迷支持 我不信我衰白流营 因为我觉得很不适合 我自己很不喜欢衰白流营 对不起,差一步就拿到牌回来 但最后都拿不到 所以我实际是不好意思 但我们真的尽力了这场面 因为我真的很在意 很在意这场比赛 我真的很想拿回同盟法去说 我真的很想拿回同盟法去说 但对不起,我们真的差一步 有线新闻,郭海怡在杭州报道 马场和商场都有市民看直播 见证港足亚运同牌战 虽然结果不似预期 但不少球迷都说 会继续支持港队 张俊熙和韩慧如去看 港队历史性踢入亚运同牌战 全城为港队打气 就连平日属于成人的马场 这日都开放被一家大小 落着毛毛雨 天气不似预期 都无了市民支持港队的心情 全身来的,特地来捧场的 期望当然是希望打得好些 拿到牌就更好 马场还开放了小食摊档 观众有得饮又有得吃 看球的时候都不会饿 商场亦都拍了打气棒和橫压 被现场的观众一边看直播一边打气 转场来到商场看球 气氛继续刺热 几层都站满了围观的市民 市民看得紧张,七情上面 港队在临沿上半场的时候 先失一球 不过他们的表现 市民有没有共睹 踢得挺好 有狠逼抢,狠追,狠追入球 我不期望他们赢,但希望他们尽力 杀费,输也无所谓 虽然结果未进人意 但不少的市民都留到最后 拍手鼓励港队 有线新闻,尹慧如报道 巴勒斯坦武装向以色列 发动史无前例的特杂 大批武装分子闯入南部 据报俘虏几十个以色列人士 同时发动火箭炮攻击 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双方合共过百人死亡 过千人受伤 林晨仪报道 枪手和警员当街薄火 大量武装分子出现眼前的情况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警员和民众逃入警署向枪手还击 据报武装分子向平民开枪 有人被俘虏 国防报指武装分子从加沙 用滑长傘或经陆路和海路等方式 进入境内 警告接近加沙边境的民众 不要外出 与此同时 哈马斯清晨由加沙地区 发射大约五千枚火箭弹 以色列南部有建筑被击中起火 哈马斯宣布向以色列 展开阿克萨洪水行动 呼吁各地巴人加入抵抗入侵者 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说 巴人有权利保卫自己 受特杂半日之后 以色列总理爱塔利亚湖宣布 进入战争状态 扬言一定会取胜 并且要敌人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 垂直展开 铁剑行动环境 年番光炸袈裟 清澈武装分子基地 有线新闻林静怡报导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出安全提醒 说以色列多处响起防空警暴 提醒当地传提中国公民密切注意安全形势 避免外出 并在警暴响起的时候及时躲避 入境处接获4个新在尾巴的港人查询 已经提供相关资讯和协助 有本地旅行社说 有一个旅行团星期六晚照常出发 原定今月11日进入以色列 将会视乎局势决定是否调整行程 有和客人商量过 也有解释给客人知道的情况 客人都觉得OK的 可以如常出发 先玩了若旦那边那部分的行程 然后再看看到时要入以色列境的时候 是否仍然是战争状态 如果真是战争状态 我们就不会进入以色列境了 原地在若旦再玩多几天 然后再接返回香港 他又说 10月底有7至8个以色列团出发 涉及大约100人 会留意局势再作决定 以色列一向是中东的军事强国 对上一次遭到大规模突袭 已经是半世纪前 美国和西方国家普遍谴责巴人武装所为 俄罗斯就呼吁双方立刻停火 李健生报道 经历多次中东战争 和区内军队武装多番交手的以色列 一向严真防敌 这次搞到操守不及 舆论联想起半世纪前的赎罪日战争 以色列被埃及和敘利亚等联手特杂夹击 巴人行动的时机正是纪念这场战争展开50周年后的一日 在犹太历里面 今年这日不是赎罪日 但亦是另一个主要节日 駐鹏节结束后一日的圣会节和陀拉节 由于当年处于节日气氛中 南部有人在户外慶祝时 听到枪炮声向方忙走避 分析说以色列对巴人严密监控的情况下 甚至有专责的8200部队 负责分析处理网上和信息情报 仍然受到这么大规模突袭 将会是另一次寄入史冊的情报失误 相反巴人武装行动似乎经过精心筹划 哈马斯的宣传片段显示 他们早已为特集行动演习 以滑翔山越境攻入无意的以色列建筑 巴人武装攻入之后 似乎很快就控制民居等 有人扑在地上投降 另外有人在巴士站被枪杀 有人就不停拍打 在坦克里面拖出的乙军士兵 另外据报还有乙军被射杀之后 武装分子带同围体 翻加沙游街示众 也有人在轿凹的乙军军车上跳舞庆祝 乌克兰、欧盟和法德等 都谴责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恐袭 伊朗就说攻赫巴勒斯坦战事 俄罗斯就说 有如一贯呼吁以巴双方克制 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慧杰夫 質疑美国何时才停止挑起冲突 指责美国不化解尔巴冲突 反而干涉蛾污局势 有线新闻里见生不到 休息回来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侧中的拔萃南书院学生增献节仍未找回 警方最新发现 江南学生曾经经过小匹园 锁定搜救范围在马安山郊野公园一带 许胡雄报导 警方联同消防夜晚继续搜查 警方最新的调查 失踪少年失踪当日 下午大约2点半 曾经行过小匹园行善里 即是恒生大学附近 并且前往马安山郊野公园方向 其后失踪 警方将搜救的范围锁定在马安山郊野公园附近 警方机动部队朝早亦都大同装备 联同消防攀山拯救专队搜查 分别去到马安山市中心 大瑞坑梅子林 沙田花心坑等一带搜寻 拔萃南书院校有组织搜查队 去到邵力园一带寻人 天室的我们去恒生大学附近 失踪少年的妈妈发问 多谢大家的关心和辛努 又说会支持个儿子 希望他尽快回家 失踪的17岁学生曾倩子 星期三中午离开拔萃南书院 一个人搭港铁去到石门站 下午曾经行经小匹园行善里 最后露面的时候 穿着白色短袖衣 黑色长裤 黑皮鞋和戴黑色口罩 警方呼吁市民提供消息 有线新闻去户河报道 葵冲石离商场天台 有多人打斗 一人受伤送丸 从网上片段看到 商场天台有多人离开 部分人手上怀疑有武器 警方事后封锁现场 地下留有染血的纸巾 玻璃碎等 警方晚上10点多 接报有多人 在石离商场天台打斗 一个男人面部和手受伤 清醒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 一架电单车在沙田怀疑失事壮难 一个男人伤重不治 另一个男人仍然昏迷 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留意 苏敬华报道 失事的电单车横卧在路面 地下留有黑色汽油 刀后镜碎裂 两个电单车头盔摆在路边 旁边有血迹 警方用雪糕桶围起了最左边的行车线 随身的物品围留在路边 警员翻查 又用电话拍摄做记录 事发地点附近的路面围修 警员向工作人员查问 下午大约1点半 一架电单车沿大部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 驶到新城市广场对开 怀疑失事壮难 车上两个人跌在路边 电单车之后再滑行十几米才停下 车上两个人被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抢救 其中一个人送院时要用自动身内压机抢救 游戏新闻 苏敬华报道 MIRROR演唱会以外 受伤舞蹈员李啟然阿Mo 身上所有喉管已经移除 有待颈椎神经的信号传递 阿Mo爸爸李姓林牧师说 阿Mo迎来出事之后第二个生日 比对去年的身体状况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插入的喉管 也都不用24小时躺在床上 更加可以用语音控制电子产品 和亲友沟通 她正是接受脑磁激疗法 通过电池感应 在大脑皮层表面施加电瘤 激活神经细胞 令阿Mo在过去8个月 刺激到腹部和膀胱神经 才可以移除尿后 美国起诉一个前军人 涉嫌企图向中国提供国防机密 说她多次往返香港和北京等地 试图接触中国国安和国企 以美国情报换取中国居留权 陈坚明报道 美国司法部公布 星期五在三藩市机场 拘捕由香港回美国的斯密特 这个29岁的前陆军忠士 曾经任职印太司令部情报部门 有接触绝密资讯的权限 案情指她2020年初 转为后备役之后 多次前往中国土耳其 试图接触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又去过北京的国安总部 声称可以提供美国的国防资讯 希望移居中国 期间多次在网上搜寻过士兵叛徒 叛国罪 中国 间谍等字眼 又带同一部可以传取美军电脑网络的设备来香港 企图交给中国当局 她曾经向家人透露 在服役期间 了解到美国政府的可怕内情 决定离开美国 又陆续向中国的国企发电邮 发送持有美军设备的上等 后来获国企安排办理内地的工作签证 但因为疫情大部分时间留在香港 最终三年多之后 回美国的时候落网 斯密特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企图提供和非法保留国防资讯两项重罪 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监10年 同罚款25万美元 有线新闻 陈健明报导 日本东京夜晚由私家车产上闹市行人路 至少7人受伤 司机被捕 涉事的车在劫谷车站前的十字路口转弯那阵 突然冲向行人路 再越过两条行车线停下 多人受伤 坐在地下等候救援 伤势并不严重 意外之后交通严重滞塞 20多岁的司机解释 错误操作体盘导致意外 警方已涉嫌不小心驾驶 导致他人受伤 拘捕他 误伤机解释